所以我今天宣布了 我不會再選擇 然後我成為首席 將於7月7日結束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聲音哽咽 以自己所能付出的不多 19日突然宣布辭職 投下震撼膽 阿爾登五年半前 以37歲年紀盛選上臺 成為全球最年輕女性總理 2018年她帶著三個月大的女兒 妮維現身聯合國大會 這是聯合國史上第一次有嬰兒這樣出現 也是女性平權的展現 2019年基督城清真寺遭到攻擊 近百人死傷 她帶著頭巾慰問並緊緊擁抱 悲傷的穆斯林遇難者家屬 縫合宗教分裂傷口引起全球共鳴 地震當前她以幽默鎮定面對 從白島火山爆發到帶領紐西蘭挺過疫情風暴成為疫情模範生 如今毅然揮別政壇 也讓許多人很難說再見 正在新聞李玉方編譯